就是德烈莎修女她好美 所以我想这个观念就很简单 自私那是痛苦的 当你不自私去奉献自己去爱众神 那才是快乐 所以我这辈子能出家 我有一点这种思想 我年轻的时候他们办法会 那大家都去请漂亮了 我呢我就到最后 没人请的我才去 那我就很自由 就像我做个出家人 是因为我结过婚生过小孩 我才知道爱小孩的那种爱 让我们付出很多 但是我觉得我很自私 因为世界上孤儿小孩那么多 我从来没有想过去爱他们 我生了一个小孩我才爱 后来我才了解了 自私的爱是痛苦 我应该去爱更多的小孩子 那才快乐 就像佛陀那个时候出家 他的太太哭啊 很伤心啊 那佛陀就跟他太太说 世界上有很多人在痛苦 我们应该要去找出 帮助他们离苦的方法 不能光享受自私的爱情 如果你会痛苦的话 你把你对我的爱 去爱皇宫那些很可怜很穷的人 你就不会痛苦 就像我刚出家 我也去佛教的学院读书 我的师父给我说 你不要去拿第一名 第一名很自私 那我说那去读干嘛 你去服务全班的同学 你去服务整个学院的同学 让他们快乐 那才叫第一名 就像各位在这个学校 假设你是一个研究生 是个博士班 因为你本身就很会读书 那没什么 但是你下课以后 愿意去厕所 把那个马桶洗干净 让别人上厕所很方便 你才叫第一名 就像世间大部分人 都是要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 但是如果各位 你可以把钱捐到非洲 很可怜的 那那个时候你才知道 哦那种快乐是没办法形容的 所以了解真理有智慧的人 他就会快乐 进一步 他会平等的去爱所有的生命 包括一只狗 一只蚂蚁 甚至一个鬼 都是他爱的退下 那个叫慈悲 平等的爱 那才是真正的快乐 所以我们所谓的真理是什么 就是绝对平等 绝对平等 不是人比较高 动物比较低 不是佛教比较高 其他宗教比较低 不是有钱人比较高 穷比较低 如果你有一个 对所有事情都平等的心 那你就永远的快乐 所以 如果你心中还有敌人 那你是过得很痛苦的 就算有人伤害你 你还是平等的对待他 就像你的爸爸 你的儿女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修行 所以现在我问各位一句话 你一定会回答 请问生命真正的敌人是谁 你一定会说自己 所谓自己 就代表你的心态 因为你有欲望 你会生气 所以你会伤害你自己 重点就是说 你觉得有一个 我这个主观的 那是我的生命 那是我的自尊 那是我的家庭 你不能侵犯我 那这会造成社会对立 所以我的身体受伤了 我的钱被拿走了 我的爱情被欺负了 这个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你加一个我 这是我的 你就会痛苦 就像一个人 到山上去看风景 结果隔壁的人 是开一部很贵的跑车到那边看风景 你是骑脚踏车去看风景 结果两个人 结果两个人在看风景 骑脚踏车就很痛苦 哇 他怎么开跑车来 这么有钱 因为他忘了看风景 他在做比较 所以他很痛苦 就像一个女孩子 很喜欢挂一个鑽石 它只是一颗石头 但是他放在身上 他觉得很骄傲 你还不如拿一颗石头 石头还可以盖房子 所以如果各位现在是学生 我就必须讲 千万不要赢人家 你想赢人家本身就是一种竞争 是一种不正确的动机 你唯有能够赢你自己 战胜你自己 那才是真正的成功的人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没有男朋友 没有女朋友很寂寞 那是一种自私 所以你很痛苦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丰富的感情 去帮助那些流浪人 帮助那些可能需要被帮助 那你不是没痛苦吗 所以再讲一次 依赖就是痛苦 依赖外表 依赖金钱 依赖地位 那会让你痛苦 因为所有的漂亮 就像这个花 各位都知道 它最后就会变肥料 被丢在垃圾桶 如果你执着花很漂亮 有钱 外表 你将来一定会痛苦 因为它会变垃圾 那佛陀是要我们了解这个真相 凡事存在的都会变化 会变化才叫永恒的真理 你要接受所有的变化 但是我们一般人不能接受变化 我的男朋友 外面有女朋友了 我的地位被砍掉了 他就很痛苦甚至想要自杀了 所以所谓真理佛法 他就让你的心能够了解 变化是一种漂亮 这样就好了 所以就像你去公司上班 你很认真 突然老板说 明天把你fire 那你说没有关系 我有空我去老人院帮忙 那你就快乐了 就像我年轻的时候 还没有修行 带女朋友去看电影 我都跟她说 如果你要跟我分开 我来电影看完才说 我看完了就OK了 所以各位 如果你要得到永远的快乐 医生跟你说 你得癌症了 OK 我心没有得癌症 所以一个永远不会生病的人 并不是身体不生病 而是他的内心 他训练得很好 这个身体只是工具借我用的 这个才是解决生病究竟的方法 那如何让你的心 变成自由呢 那就要把这个我这个东西拿掉 我喜欢 我讨厌 这个你要训练它 那这个就叫 禅修行这个意思 当然 所以首先你要消除贪心 就是自己的贪心 那你要开始先学习布施啊 先付出啊 慢慢的贪心就会减低 如果你要得到永恒的感情快乐 刚刚跟各位就说了 多去同情可怜的人 用你的感情去帮助 这些可怜的 众生可怜的人 慢慢你的自私的感情就会淡掉 所以有一次我在街上走 有一个女孩子在站在那边哭 那反正我也没事干 我出家了 我就问她 你为什么哭 她就一直看我 她说我男朋友没来 那我就跟她说 走来走去这么多人 你都不爱 你就爱一个男人 所以你很痛苦 所以我跟她说 我站在这边 虽然我是个出家人 我对每一个走过去的人 我都用一个 一个念 我们在念 我把你背面空 一个真理的心 一直希望她们快乐 所以我一个人孤独 我不会痛苦 就像各位看到 电视上很多出家人都在念这个 念这个就代表一个 慈悲心 一直不断的动 不断的动 去慈悲 花 草 树 木 猫 狗 神 人 都对她慈悲 没有自私 她就会快乐 不停的慈悲 而且这个在绕的时候 会把别人的痛苦 都吸进 从中间吸进来 然后呢 把生命的快乐 转出去给对方 就把对方的痛苦吸进来 把生命的快乐给对方 所以你就会很快乐 就像我们今天提早来这个学校 我们就先进教堂 坐在那边念经 希望在这个教堂里面 进来的人都得到快乐 听说那个教堂里面很多人结婚 所以我在这边念念念念 希望他们结婚以后 了解这个真理 不然两个天天吵架 一辈子也不快乐 所以简单的说 你要得到生命最高的快乐 我们这个生命就像一个吸尘器 把不好的透过我吸进来 把好的透过我布施出去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所以各位 用在家庭好了 你回家以后 不要要求你的先生太太 而你对的怎么样 而是说 我回到这个家 我目的要来给他们快乐 我赚钱要给他们 我不会要求他们 那你就快乐了 就像各位来这个学校上课 你要想说 我来这个学校 希望校长 教授 同学 都因为我的存在而快乐 我帮他们做一点小事 然后我对他们 没有求什么 那你来学校读书 你的心灵就会成长 就像各位将来 去一个公司上班 你要想 我要把我的能力 知识 来奉献这家公司 来奉献所有的客户 那无所求的去服务 那你最快乐 那个时候老板 会给你最高的薪水 你根本不用想这个事情 因为要找到这种人不容易 而且各位最重要的 比如说你妈妈在生病 你如何让她不要生病 那就是你保持一个快乐的心 去跟她说话 因为你会影响她的 所以她自然心情也会好起来 然后进一步呢 你又去帮助你妈妈 还有帮助更多其他的老人都 虽然她在生病 你跟她讲笑话 你让她快乐 那这个力量 你帮助十个老人 心情很快乐 身体很快乐 这个力量给你妈妈 你妈妈很快就好起来 人的命运 是决定在她 对待其他人的行为反作用力 比如说你很想有钱 才可以帮助更多人 那你现在就不要自私 多用你的钱或体力 去帮助更穷的人 多用你的能力去帮助老板 那你自然行为反作用力 别人就会给你很多钱 那你就可以帮助更多人 所以刚刚我讲了 你对世界笑 世界对你笑 你骂别人 你被别人骂 所以你的眼睛不好 那如何让眼睛好 那你让别人眼睛很舒服 点灯啊 弄得很漂亮 看得很漂亮 你让更多人眼睛很舒服 行为反作用呢 你的眼睛就很舒服很健康 所以做一个结论 人是自己命运的工程师 人是自己外表的雕刻师 是我们自己在制造自己 你为什么眼睛很迷人呢 因为你的眼睛不瞪人家 你经常用漂亮的东西给人看 所以你的眼睛就很漂亮 这很自然的头 你的皮肤为什么很漂亮呢 你不乱丢纸屑 地板擦得很亮 把黑板擦得很漂亮很干净 你的皮肤就很漂亮 所以我今天讲的重点是 你的心才是你的真正的宗教 所以我们现在要找到一个圆满的宗教 那不分你是佛教 道教 回教 那个只是一个名字 一个人能够爱对方 不分你跟我同不同宗教 不分你跟我是不是像同一个国家 我永远要去爱你 爱心 平等的爱心才是真正的宗教 有一个故事 有一只毒蝎掉到一个洞里面爬不起来 那有一个有爱心的人 就用手去想要帮助他 结果毒蝎就咬他 人家说你好笨啊 那这个人说 他咬我是他的责任 救他是我的责任 我做我该做的 就像各位 你没生病的时候 也最好去医院做一做 为什么 你就坐在那边 用你的心 很健康的心 很慈悲快乐的心 去影响整个生病的人 慢慢他们会被你影响 现在很多人得癌症 医院都客满 为什么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 很喜欢吃肉 因为动物被杀很痛苦 所以吃肉的很容易生病 那我们不能管 不能管他吃不吃肉 那你自己吃素 经常吃素 保持平等的心 坐在医院 来观想他们 他们就会慢慢 因为你而好起来 有一句话 吃素不是为了自己的健康 那就是知识了 不要有为自己 吃素是为了爱众生 爱动物 慈悲心 那你自然健康 你不用求健康 像我自己 我得到一个证明 我的妈妈得癌症 很痛苦 那我师父说 那你就吃素 我一吃素 喂我妈妈 她就好了一半 不可思议 有一个真理 这个世界没有单独存在的我们 一切的存在都互相影响 所以你可以影响世界 世界也会影响你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语言行为 都在影响整个宇宙 都在参与整个世界 所以 你妈妈生病 那你就保持慈悲心 不烦恼的心 又去帮助别人 那你就可以影响你妈妈的身体 现代人很喜欢批评政治 我觉得这样是伤害政治 今天 任何一个政治的人物 他做的事情跟你不一样 那你更要用 光明的心 柔软的心去影响他 他就会改变 黑暗不能消灭黑暗 唯有光明一点 黑暗就消除了 暴力不能消灭暴力 也唯有 无私心的慈悲心 才可以消除对立 消除暴力 血不能把洗 血洗干净 唯有用清净的水 可以把血洗干净 唯有用慈悲 可以消除暴力 消除战争 现代人很喜欢讲 世界和平 结果在餐桌 就吃很多鱼肉 一点都不和平 现代人经常把他家的厨房 当作杀生的地方 把大家的冰箱 当作冰仪馆 把他的肚子当作冰仪